一句话让好哥们遮业难免 有点小感情问题呢 你说一说 说呗 就是 我 哎呀我不说了 不是你就说呗 你怕我往外传呐 不是 我 你说咱俩坐车里 我说不出来 没有感觉 那你想要啥感觉 就是 我那个前女友 你还记得吧 记着 说 就是那天晚上下老大雪了 完事他喝多了 他哭着给我打电话 他没说话 不完了就完了 不完了他笑了 完事他告诉我 他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他问我先听哪个消息 先听坏 那坏消息是啥呀你说呀 他让我晚上10点钟去他家楼下风圆 那你去没有呀 我忘了他家可难啊 然后呢 然后 没死 哎呀辣吧 不是你 你说完再喝不行吗 就是你氛围嘛 你氛围你倒着什么 追过 你要不想听 那我就走 错了我错了 听听 喝 我这个你买完蛋完我我跟你说呗 你可这这有些人我不太好意思说 吃饱了走吧 你说呀 不玩呀 说啥呀 就你那前女友玩了大雪天 玩上你家楼下玩事咋 那他跟你说啥 他告诉我没打到车不来的 不不来 晚事啥也没说就说不来了 他说有个孩子 三岁了 对眼咱俩不就说这个孩子呢吗 那那孩子跟你有关系吗 这么呢 你找个超市你给我买瓶水的 我说我嗓子现在干吧 你去买瓶水 完事我一会儿回来告你 一会儿回来告我还有没有关系 我都指定告诉你去吧 这晚上指定是睡不着的 待待 继续